我沒有任何在場目擊證人的資料 因為其實我1996年才在紐約回香港 一回來之後我也是聯絡我自己認識的圈子 特別是電影 所以我在國際電影節工作 然後很快進入了成大的創意媒體學院 然後就開始有藝圈裡的人 開始留意這間學校裡面所有的老師 因為我們好像剛剛出生 不知道在地球上釘下來 我想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開始有人留意我們 我想我被留意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因為有人向我們去介紹他們的活動 所以我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開始跟藝術圈接觸 然後有活動說他們會留我去參加 然後有talk要講的話 又去講一下 有時候去參加一下 所以其實主要是這樣 就是我最初認識Parasite 也是因為同事裡面有Parasite的董事 其中一個創作者是文精營 當時在那裡教練 因為他的緣故 我就對於Parasite很感興趣 我猜當時的情況是 我自己個人地很想找到一班在香港的藝術圈 我可以說謂埋堆 埋堆的意思是有人跟我聊聊天 知道大家怎樣做創作 因為我也覺得我認同我自己是這個圈裡的一份子 所以當時沒有什麼選擇 除了我一方面因為電影的連絡 我會比較知道關於錄影太奇 以及他們那邊的microwave那邊的事之外 Visual Art那邊 其實真的是文精營介紹了我認識Parasite 而Parasite裡面有很多人 好像有些人名我又聽過一下 因為很多很多年前 我都算在中大副修藝術 所以不是完全不知道這些人名 譬如陳玉強那些都知道的 很開心 文精營就生氣我 可不可以做Parasite的董事 我不知道是什麼 而當時Parasite確實是一個 以藝術家為中心的自主群體 那個目標 網上很多人都曾經說過 就是為了可以在正統的博物館式的藝術單位以外 可以尋求一些獨立自主的空間 而當時是九七前後 就是因為一群藝術家 他們自己的自覺 就是關心藝術的人和我一起想創作是什麼 而當時我們也開始在想拆展的是什麼 其實當時已經開始在想拆展的是什麼 我想這個問題也都因為Parasite 一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是一些藝術家獨立自主呢 就是因為覺得一個靠Curator去決定自己做什麼 以及自己有沒有機會或前途去創作這個圖畫 實在太不樂觀 而加上當時九七前後的氣氛 也都剛剛因為藝術發展局出現了 即是在九七年的一兩年前出現了 而突然之間資金就出現了 我想Parasite 出現了 是因為他們突然之間寫了一個 不知道做什麼的grant proposal 然後拿到夠錢 而且剛巧市場倒閉了 所以市場倒閉到藝術家是沒有壞的 在西營盤那頭很多那些空置了單位 沒有人用 那就正了 所以藝術家很多時候是因為這樣的時候 可以得到一些額外的資源 所以我就join了 我想強調就是最初那一兩年 其實我的參與不多 我只是每年 最年中的計劃會 我會出現一下 其實我全部都是用學習的心情 聽一下那些人做什麼 而當時 Parasite 仍然有這個 每年open call for proposal 這件事的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環境裡面 去看一下那些人的 proposal 其實是挺大開眼界 還有突然間腦裡多了一幅圖畫 就是究竟香港的visual art 這個圈其實是怎樣的一回事 很快當時有幾件事 當我剛剛進入Parasite的時候 其實已經發生著了 所以我對於舊的Parasite 其實只是沾染了一些最後的塵埃 因為當時大家已經在想著 如何由一個藝術家自主的組織 變成一個有策略性的策展中心 所以後來我們現在很熟悉的 今天大家正在工作的 一個contemporary art center 當時已經開始有這種醞釀 所以我覺得我在參加一個藝術空間 以藝術家為中心的一個空間 一個群體的最後那個浪 其實已經在退了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人 想我最關心的東西 就是我們怎麼創作的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創作 這類好是藝術家為中心的問題 另一方面其實當時也有一個新的醞釀 就是為什麼要用Visual Art這個字 所以其實當時Parasite是第一個群體 我們不應該再留戀Visual Art這個名詞 我們應該想自己是contemporary art 當中其實譬如梁志和和Sara 其實他們都是當時所有曾則平衡 整班人都沒有說是一個很特別的形式的運動 但其實我們的論述都是在關心這些東西 然後也特地把art criticism 藝瓶這件事 帶入別讓它永遠是屬於一群外人在說我們這些群內的人做的事 所以我當時的環境已經很奇怪了 我進來的時候其實我是在參觀一個團體的蛻變 而當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香港藝術歷史的一個有趣的時刻 所以我的微型的參與其實就是給了我一個機會去做一個好的旁觀者 而我的圖中是有份在兩個當時的annual submission裡面 就是出現過的 有一個就是有人做過 有人做過是我和Hector 就是在場的Hector和文精營 就是我們一起拆展的 而那個展覽基本上就不是一個普通的拆展的exercise 是問what is curatorship 其實是問這個字這個想法 所以整個東西就是一個實驗來的 就是怎樣可以不做一些一般人做的curatorship 另一個當時都是透過submit去這個annual submission call for proposal的 就是open box就是另外一個展覽 都沒有很清楚是因為當時有件事發生了 覺得很想有些東西會繼續follow up 就寫了一個proposal 那麼巧他們又很體諒地接受了 因為不一定選擇 其實當時都挺competitive的 多數都是藝術家 因為除了曾德平當然 當然我去的時候 有一個很出名的 淡水剛剛離開了 我猜淡水一直留在藝平班那邊 接著李文偉 李文偉是甚麼 Tim Lee 還有Sarah 這幫人 後來我們就開始 文貞營 梁志和 後來就有些奇奇怪怪的 就是梁志和又轉過身份的 做過gallery manager 接著又做回藝術家 接著又 就脫離了董事會 Jeff Leung 又藝術家 但又做了好幾年的manager 然後就輪到梁寶珊 又做manager 他是比較進取和推動我們的一個人 往後我們就 因為開始真是嘗試實現 請一個國際級的curator 所以Tobias就是第一個出現了 其實Tobias出現之前 我們都有一個短時間 特別是有人做過 另外這個show 就是這個open box 這個show 出現的時候 是我們做第一個的士金石 當時應該是David Chan 來做了一段短的時間 很快就離開了 然後 後來我們就開始請一些 不是藝術家的人參與 因為覺得 可能只是藝術家 未必是這麼開放 既然我們都打開門 將自己演變成為一個藝術中心 當當藝術中心的話 我們應該有別的專業的人在 所以後來就 我又忘記了他的名字 他是一個social work 香港的一個很重要的 社會服務的一個元老 能找回他的名字 接著有Jina Wong 他第一個是以 banking或者經濟那邊的人 後來有 Jihan Zhu 他是第一個我們知道原來是在拍賣行裡 很熟悉拍賣的流程 到後來我臨走前還有現在的主席 就是我臨走的時候他進來 所以當時你會看到我最後來 我在2010年離開董事會 即是說我由2001、2002開始出現 去到2003、2004比較積極一點 特別積極的仇 開始去籌劃這個新的階段 所以去到最後就是出現了Tobias之後 跟著有他之後他離開了香港 去了南韓做白藍准的中心之後 就有Avro Forminaya 他都有兩年 這個就是我最後見到的Curato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因為其實九六年之後 他們已經開始搬去上環普人街那邊 所以我一出現就在普人街 而且在普人街上我們曾經進駐過兩個不同的鋪位 不過一個在隔離這樣 即不知為何 我想是跟租金的問題 而當時我記得每次開董事會 一定會談就一定是租金的問題 即是怎樣交租 所以當時也不是太大感覺 也沒有很多危機感 就是知道 搞artists run space 每天都要談租這件事 那ADC給了我們的錢 是絕對是不會cover的 那都不能怪ADC的 因為他對每一個團體都是這樣的 即是他給了40%至60%的錢 其實也都是這樣 他這樣說就是他鼓勵我們自己去找 所以我目睹的Parasite的年代 就是艱辛地賺錢 還有嘗試告訴香港四周圍的環境 特別告訴藝壇 可能一個Curator space 當當藝術中心是一件可取的事 還有也告訴別人 我們不可以只靠ADC的錢 所以我們是第一個群組 定期每年一次做這個籌款活動 我記得第一年我們籌多過10萬 我真的挺開心的 因為第一次做 然後第二年第三年就開始30萬了 現在你們比我更加熟 現在不是用這些六位數字的 應該 但是珍惜當年曾經在這個階段裏面 大家這樣逐毫子逐毫子地找出來 還有要找自己的Friend Artists 真的用盡了自己的朋友 可以捐個作品來賣 可以捐個作品來賣 然後到某些時候 覺得不太好 只是純粹要藝術賣 不如都給他50% 其實當初很多這些細小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些東西 作為一個香港歷史的 一些比較現象式的過程 其實應該記住 因為這些艱辛是由這些細節來的 當時因為Parasite的緣故 或者我自己的興趣的緣故 所以都跟1A有一定程度的聯絡 所以1A跟我們有合作 我們又是競爭者 因為大家都欠同一盤ADC的錢 但也是友好 因為其實大家關心的東西幾不同 我自己個人的觀察 就是03、04 我估計應該是07、04到07、08這段時間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我自己觀察是不同的 而當時是一個矛盾 亦都覺得化解不了 亦都不能夠有一個非黑即白的答案 就是突然之間 我們由2000年的早期 1990年代末期 Open Call for Proposal 這個模式 令到我們成為年輕新一代藝術家 一個很留意的團體 他們每年都會想要交個Proposal 去到後來我們總是覺得 我們不再是屬於年輕一代 Emerging 或者即是Fresh Graduate的藝術家 我們好像失去了他們 失去的同時 也都覺得 1A其實很積極地去Pick Up 或者針對這個群像 所以我們不是說無知意外地這樣 就是喪失了 我們成為新進藝術家的栽培地 我們不是無知失去了 而是覺得要合作 如果1A繼承到這件事就好 我們不是說不關心新的藝術家 而是我們覺得有些人是更加沒有人關心的 就是那些 middle age 或者應該是 midlife 的藝術家 不是說年紀 而是 midlife 的藝術家 是沒有人關注的 其實到今天我自己都很認同這件事 很多政府拿出來的錢 或者ADC有的新的項目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young artists 很多都是 young artists 雖然他們不知道其實都很幫到 但是 young artists 是一個 我覺得很香港的 很香港和很殖民 就是青年政策的那種味道還在 就是要培育新一代的藝術家 完全不會反對 而且非常支持 floating process 在做這件事 但是當時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大的 struggle 就是這樣舉例 譬如梁志和已經開始很成熟 他的創作 又或者他已經開始去到那些雙年展的級數 那為什麼我們這些這麼寶貴的香港的財富 我意思是 artistic的財富 為什麼去保住他們 我只是舉了梁志和做一個例子 其實有很多人的 我覺得我自己都是其他一個 midlife 的藝術家 他們就不需要去照顧嗎 而且他們需要的照顧是很不同的 不是你給他三萬元 然後他就可以做多一件大事 其實不是這樣 是需要用心和有自由度 還有一個空間和有拆展的陪伴 去令到他們可以成長 所以當時這個堅信是不簡單的 我們明知道很多人說我們失去了當時的 young artists 我們要用另一個方法去把他們帶回 但是我們也覺得如果我們不做就沒有人做 後來我相信這個感覺 有多些人接收到我們這些火化的 現在就不是只有Parasite有這樣做 但是後來我覺得去到2010年前後 其實那個怎麼說呢 就是藝郎這個風氣或者文化的強大壯大 其實是有幫助於吸收了這些這樣的 frustration 就是覺得一定是不夠地方給那些 midlife artists 其實我不想把藝術家分成為三期 不過你明白我說什麼 而是有些人他已經開始知道自己的做物很自主 但是因為資源的問題 他是需要第二種胸襟去照顧 所以無論如何我都會覺得Parasite那個轉型 多艱辛多不贊同 當時也有一點覺得好像不捨得 或者懷疑也好 我覺得是對的 所以現在就好了 現在去到一個位置就是Parasite成為比較獨立 還有一些模特兒我覺得Parasite可以跟他們分享 雖然我知道很多是客觀的因素 譬如貼著一些比較有資源的人 或者裡面的董事 網絡的問題 即不是個人可以reproduce到的 但我覺得無論如何有一些模式 我覺得應該參考 而如果你們今天再move into 即是開始去強化你們的archive 還有做回香港歷史留一些痕跡 我覺得這個就是當時我們總是覺得Parasite做得不夠 還有為何會沒有人做 即是當時經常問這些問題 等了很久 終於其實都等到的 現在正在做 是的 還有很多人都開始做了 即是我會關心的是 怎樣可以去重新定位 不要怕重新定位 不要怕別人說為何你不再這樣 而不敢向前 因為我覺得要看大環境 如果有人做到我們以前都做得好的事情 不用那麼緊張 為何我們又沒有做 而是去想新的意 而這個精神我覺得到今天為止都應該是保持的 即是不應該就是走去做 即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 而是應該時時都問 有些甚麼現在做得好 但是有些甚麼是未做 不要只是問 有些甚麼我們做得好繼續做 而是應該做些甚麼是未做 而應該做 那個都是一個我覺得有趣的掙扎的經驗 即是現在已經這麼多年 我覺得應該可以將它看成為一個艱辛 另一個艱辛的學習 即是其實你由一個 即是藝人運動的空間 轉型了一個 即是藝人運動的空間 其實是很辛苦的 因為首先你就是要接受 即是藝人運動的 即是藝人運動的 或者以藝人為中心 我們自己出招 我們自己做事 我們自己決定甚麼是值得和不值得 這個位置我們是要let go 即是我們要放手的 否則我們不可以向前走多步 那當然如果你說要放手的時候 就不等於你跟著會做的事 就一定成功的 所以這個冒險是 其實都給了 其實那個顏色是染了很多我們開會的時候 即是有那些困惑 或者不贊成 不同意 或者即是不想說敵對 即是應該都沒有敵對 其實大家都不是 大家為了一個art space 或者parasite 不是為了自己 對自己沒有好處 又不是有甚麼個人的利益 但是很多 很多意識和價值上面的矛盾 其中就是我自己記得 即是Tobias出現了之後 其實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 即是我們習慣了 甚麼都要來 即甚麼都要問 還有很害怕 即是General Office那些事 不是董事會想做的那些事 所以其實我猜 你應該問問Tobias 我覺得他可能都適應我們 我們又要適應他的 但基本上都相安無事的 即是他又找到自己 即是喜歡的assistant 即是Christine 所以就行了 我覺得 但對我們來說 那個學習呢 是不停要靜下來 你不要 不要時時都走去 即是去你的辦公室 其實是怎樣的 現在做得很不好 因為你要相信那個人 他是比我們更加 properly trained 即是他們的訓練 因為有些事是我們沒有的 我們要信得過去 還有信和不信是沒有選擇的 你選擇不信 那怎麼辦 即是你只可以選擇信 還有選擇信之後 就想怎樣一起合作 所以其實有很多磨合的 即是譬如我是一個 我喜歡提出新東西的人 那我也要學會 譬如我自己 中途的時候 就很覺得我們應該有一個 再強勢一些的 即是curatorial的訓練 那所以除了呢 即是Gina Tim Lee 他們和馬會 談了那塊錢 可以做一個 curatorial project 訓練之外 我覺得我們不可以 就這樣 培養三四個人 每年一兩個人 就算的 我們應該將這些東西 成為 放在一個分享的平台 那所以其實 我就當時 propose過 propose過 不如做一個 curatorial的 conference series 去討論這些東西 而且還可以 involve 香港的不同的藝團 去討論 拆展 其實那些 都談了很久 有試過和 HR Archive Claire 談如何合作 諸如此類 又要 Tobias involve 但後來都發覺 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都應該 交回給 curator 自己做 所以 後來就不了了之 但是 curatorial training 就一直有 繼續 反而我自己覺得 最 比較辛苦的 就是 Tobias 走了之後 Alvaro 從Inaïa 來的時候 我都不能夠 現在理解 當年發生了什麼事 我總是覺得 有某種不信任在 而當你不信任的時候 就沒有事情會 好 我覺得對於 general office 做不做到事情 應該怎麼做 有太多意見了 而我不知為什麼有這麼多意見 而對我來說 我覺得 我們為什麼要有這麼多意見呢 因為你放手給一個 curator做 那些東西就會活動 你越不放手 越好似 媽媽 怕兒子會走到幾步路 就永遠不讓他走路 一樣 而且 我覺得Alvaro 是一個很有經驗的 curator 而且他自己也在倫敦的藝圈裡做過 有做過超巨型的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當時我自己是覺得 不開心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東西不能夠活動 是因為什麼 所以後來我也是覺得 我應該離開 我覺得我離開是反而令到 大家不會 有些事情如果要談的話 坦坦白白談 如果因為我在 而有些少少 又不是很坦率地談 我覺得無謂 而且我知道 我的人很公平 我不會 因為我原先已經認識了Alvaro 因為我本身也認識他 我就會做他的Defender 我覺得他是大人 他應該Defend到他自己 而他的價值也不會因為 在Parasite裡面 留不留得久 而決定到 所以後來他自己都離開 即是我不做董事之後 他後來都離開了 然後更好 他去了 去了New York的Guggenheim 現在都在西班牙另一個地方 在擁有巨型的art space 這些好像裡面很麻煩 但我平常去看任何一個機構 都會有這些事情 有些故事是有些人 有某些時刻 有些人會感覺得強烈一些 例如我這樣 也有些人覺得 不是什麼一回事 但我不相信有絕對客觀的過去 而是每一個人的主觀感受 是要被確認 還有一定是有些原因 為何我們感覺到一些不妥 所以我都沒有很釋賢的 即是Step out Alfro 對不起 我不做 你繼續玩下去 他都玩多了一年半載 從來沒有令我減低我對他的相信 他的能力可以去到哪裡 直到今天看他自己在做的事情 後來我就離開了巴勒 一些時候沒有特別去留意 只是知道有些好事正在發生 就是董事會 不知因什麼因緣不制於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或者因為新的現任的 Executive Director出現了 好像我的印象 是董事沒有再那麼緊張 即是連每人的daily operation 都要很擔心 而比較開懷 還有錢多了 所以沒有就是等董事會開心 我很開放 想去認識任何我不懂的事情 因為當時我真的很新 而我的圈子 仍然都在電影或媒體那邊 但我亦都覺得我自己 跟Contemporary 其實是很密切的關係 因為我的訓練裡 其實都是有這些事情在 因為她當時在香港藝術相連展裡 有一個很出名的衛生巾的大的 設計 就認識了這個人 然後看其他書 都看到香港的女性藝術家 都會提到她 剛好她又來了做同事 而Parser也聽聞一些挺有趣的故事 而且覺得裡面的人都很有趣 所以我沒有根據四處去看 反而我自己的興趣是很多的 我仍然從來都沒有離開過 電影和實驗錄像藝術 或者媒體藝術這些事情 到今為止我仍然都覺得自己 多些是一個媒體藝術的人 多於是一個純藝術的人 叫藝術的人幫回藝術的人 一點都不難 反而是怎樣叫人來買work 因為你不希望曾德平捐了一個作品給我們 然後他自己又買回 或者我捐了一塊東西出來 然後就叫你買回 我們不是想玩這個遊戲 這個聖誕節的交活不禮物的遊戲 不是我們當時在想的東西 但是我在想 當時我們沒有開宗名義 我們要研究一下這個經濟模式 我們不是這樣的語態 就是說每年ADC就給那塊錢 不可以不要的 但是他頂多只能交租 那些東西怎麼辦呢 又或者頂多可以給人工 那接著怎樣交租呢 其實每年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自然會想自主和獨立 既然一開始Parasite已經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所以當時也自然會這樣想 最直接的資源就是 除了開口給別人拿錢之外 都是一個證圖來的 可不可以趁著這個機會呢 令多些人知道 這是叫藝術的 這也是叫藝術品 就是想打開眼界 所以有一點教育的意味 因為原來這條棍 就是可以賣很多錢的 因為是他做的 我覺得 我不是在笑著藝術品 而是那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是在那個時刻 那些人只懂得藝術的作品 叫藝術品 而Content Art的世界裡面 有很大的困難 就是原來這張畫 用這麼少油彩 但是一條線這樣 原來是一個很有心思的作品 其實我很多機會可以這樣做 那其實有這個意思在這裡 就是我們專門要做一個展覽 放了這些作品出來 然後就看到 哇 這裡是相片 這裡是油畫 這裡是一個物件 那這些全部都叫藝術品 你明白嗎 就是當時在2000年初期的時候 這個都挺眼開的 那二來就是聯絡我們自己的藝圈裡面的朋友 因為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記得我當年一開始就想想林惠傑 因為我看過他的攝影作品 他就最喜歡把兩張不關事的相片放在一起 那我覺得好像當時的藝術品 我只是認識他會做這件事 那所以我就每年都 林惠傑可不可以啊 又幫忙啊 就是你動力一張作品啊 那他又年年都很喜歡 而我覺得為什麼藝術想動力呢 因為是一個exposure來的 就是那些人會開始來這個展覽 就會看到啊 林惠傑這個是這樣 然後知道呢 咦 原來他的畫 或者他的攝影作品 會是值這個錢的 因為那接著我就 林惠傑叫得多又不可以經常叫的 那接著就江記啦 因為江記是一個學生 而我又很個人很喜歡他的作品的 所以所以就有兩三次去找他 後來可以爭取到他可以一半的錢 所以他就很開心 但是這個過程裏面有些東西要學的 就是每次放那個展出來 就是拍賣那個展之前呢 嗯 我忘了是誰 但是珍利平一定是有份的 就是做帶頭那個 他是做那個去做 evaluation 的那個人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裏面 就學了藝術家通常不學那些東西 就是怎樣去 evaluate 一個作品和給他一個價錢 因為很尷尬的嘛 我記得我自己最初有個work 放了在那裡 那些人問我嘛 你被人問呢 你覺得開心的 因為我不是每次都有人問 叫我放那個作品在那裡的 那我放了在那裡 竟然呢 阿珍利平說值這個錢 明白嗎 其實對藝術家來說 都有某一種的 其實是一個很活潑的經驗 那當然沒有人買你那個work 就覺得嗯 這樣啦 都做了出來 或者有人說 哇 竟然拍賣由呢 五千元變成八千元 那又 明白嗎 其實其實我 我猜有很多 internal education 我們自己 學識一定要 屈到自己有一些準則 去決定一個 artwork的價值是多少 那所以這個 裡面有很多項 如果你問我 裡面有很多東西在學著 還有我們在這裡 最後來 後來 阿珠坑來了之後呢 直接我們又 參觀了一個很 professional 的 auction 是怎樣發生的 因為最初我們都是自己 在這裡亂做的 那些 auction 那 學東西 但是過程裡面 經常都覺得 很害怕 不知道今年會不會籌到錢 籌不到呢 又花了很多人力物力 又用了很多的友情 拿了一些作品 其實每次都是 每次都是 一捏 一捏 冷漢 那 那 就過了 那些錢 每年都多了一些 所以 很大的經濟實驗 不是的 但是我覺得 問那個問題問得好 就是 以我們什麼都沒有 來講的藝術家 我們最基本的資源 就是自己的作品 而如果我們 不用一種很 唇膏雅的角度 去想 藝術怎麼可以賣的 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是我們的資產 亦都可以在某一個特定的 一些遊戲規則的設計之下 其實我們是有東西學的 和我們 將世界和藝術兩個世界 連結一點 所以好像我剛才說 這些一點都不難 最難 就是 我們怎樣去 發 好像以前 不讀天主教中學的時候 每年要發那些獎卷 就說 可以拿回家 叫爸爸媽媽幫你買20張 結果爸爸媽媽幫你買 其實當時 我也覺得 你叫我找 林維杰 找 找 江記 或者找其他人 一點都不難 但是你叫我 拿一張張卡 100元一張 這樣才算 去發出去 給那些 非藝術家 叫他們來買 或者 我 我經常都覺得 我在那裡堅持 我一點都做得不好 好像很尷尬 又不知道 如果做得不好 又好像不太好 所以 就是有趣 因為用現在的制度 我們這些藝術家 不會被放在這些位置 去做這些事情 去經驗這些 這些 有一點難堪 有一點尷尬 有一點興奮 有一點興奮的 是一個夢想 那些的 有一點 兩次 我 有一點